Coco早餐 Today's Special 崭新观点 看两岸 好 礼拜五呢 每隔双中我们为各位所进行的Coco早餐 7点半到8点的单元 就是彭博商业周刊最新一期的报道 今天呢非常谢谢彭博商业周刊 繁体中文版的资深记者黄国荣 在电话线上为我们介绍两个主题 第一个题目就是香港的媒体新时代 好 国荣早 Coco姐早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好 非常谢谢你 请教一下香港媒体新时代 这个跟阿里巴巴有关吗 这是最新的一个时事 请问他到底要不要买名报啊 好 后来我看到好像阿里巴巴有否认 这个也是杂志初刊之后才出现 对 对 很难讲 所以可能就来不及在这个特写里面讲到 好 香港各界对于阿里巴巴进驻 南华早报是非常的关切吗 对 我觉得是非常的关切 那其实这个题目应该很早就在写了 因为我们的记者就是有注意到说 今年香港的传媒局势变动很大 有很多 先前其实就有很多讯息 就是比如说台湾媒体也很熟悉的 就是一传媒 它有很长一段时间都传说要裁员 那今年年终就发生了这件事 那再来就是忽然一周有宣布停刊啊 还有像是香港蛮有历史那个新报 今年停刊 那也有很多新媒体窜出来 所以一开始就在准备这个题目 那到了差不多结稿的时候 阿里巴巴买南华早报这件事情又出来 所以我们又临时加上去 表示说这个的确是一个议题这样子 好的 那这个 这个其实是南华早报是一家这个百年老字号的报纸 而且它是一家英文报纸嘛 对不对 对 它在香港的地位 其实是还蛮国境性的媒体的代表性的 那它进驻这个南华早报 它会让南华早报改变吗 大家好像有在就是大家的预估可能都会想这件事情啦 因为毕竟第一个是阿里巴巴本身就是一个网络公司嘛 那我们会拿另外一个也同样是电商的那个大头 美国的亚马逊的那个创办人贝佐斯 买华盛顿邮报来比喻这件事情 就是说这个网络公司去买了所谓的比较传统的传媒 它可能会从数位内容的角度去做一些调整或者是改变 这是大家比较常见的一个商业上面的想象 好 那除了这个南华早报的这个交易之外 香港媒体新时代所标注的其他的这个香港传媒 在新陈代谢的这个发展之下的唯一的这个方向就是 就是网络对不对 网络一定是一个没有办法避免的话题 不管是所谓的传统媒体要转型 或者是说新媒体它所窜起的背景 好像大家不管是哪一个哪一个国家哪个区域都没有办法逃避说 讲到网络这个因素 对啊 好 可可姐应该也很清楚 对 那当然这个在台湾其实网络媒体也在这个 同时并进嘛 那你看现在的很 发展的相当蓬勃 对 那你帮我们介绍一下 除了这个南华早报的这个 马云呢 这个阿里巴巴集团把它收购之外 在香港的这个媒体的新时代当中 其实还有其他的 意涵呢 就是网络跟真实的这个媒体之间的这些 的禁足跟禁合的关系咯 对 我们的记者有把这个分成两个区块 第一个是这几年有一些很新很新的 跟传统媒体不太一样的形式的媒体出来 那有两个比较知名的例子 第一个就是叫做852邮报 它比较主打的像是那种 及时的网络上面的新闻评论 那另外一个叫做毛记电视 那这个毛记电视它其实 有一部分也算是所谓的传统媒体人在做的 它原本是一个那个叫做100毛的杂志 那它在Facebook和网站上面都有数位的版本 那后来又做了这个比较像是短影音的毛记电视 这个毛记电视还蛮有趣的 我看了一下 就是说它有一点点像是讽刺啊 好笑的那种味道去做一些类似新闻的东西 那比如说有一个例子 就是说比较早一点的时候 香港那个去议会选举 那有一个议员叫做中树根 他就落败了 那因为香港有一些本土年轻人 他们对中树根的议员是不太认同的 是觉得就是有时候可能是拿它当一个笑话 就是说它好像没什么建树啊 然后语文能力不是很好 会闹一些笑话 这其实是把它当笑话来看的 那他们的这个毛记电视的主持人 有一个主持人叫东方生 这个东方生其实也不是他的真名 他是一个就是香港好像有一个 比较有名的主播的名词 改过来的 那这位东方生他就 他就把他们就把这个所谓的新闻 做得像一个葬礼 就是说就是中树根议员就是很不幸的 在这一次的选举中就是意外的要消失啊 那大家就是把民就是民众去庆祝这件事情 弄成像葬礼一样 永远怀念中树根 对然后他还去送花送蛋挞去给那个议员这样 那对年轻人来说 这个方式好像就是比较容易让他们消化 也好玩这样 所以这毛记电视 毛是那个毛法的毛啊 记录的记 因为它是 它原来是一本杂志是不是 这些人物 一百毛是杂志 一百毛是杂志 然后他好像也有一些广播这样子 所以他的这个一百毛是一本杂志 他自己做了一个毛记电视 是在Facebook跟这个网站上面来播出的吗 这是网络电视吗 对不对 对毛记电视在网络上播出 然后一百毛也在脸书上面有一些内容 那他的毛记电视还有 毛记电视每天都有固定的节目啊 我看他是定期的会有一些节目 对不对 好这个主播叫东方生 他在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个彭博山周刊 也把他当时做的这个 永远怀念中树根 因为中树根落选了 所以就还头上绑了一个纱布 然后还有鲜血 对不对 所以这些是媒体 那可是你们也做了一个 整体的分析 就是说传统媒体 这个跟新媒体 其实是相辅相成 而且新媒体 如果没有传统媒体的 相支应的话 要马上闯出头是蛮难的 我不知道我这样解读 对不对 这个国荣来帮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你们访问了几位 这个香港的传媒专业人士吗 对对 其实Coco姐讲的非常对 因为前面讲到像是毛记 电视或者是像852邮报 他们一些受访者也有很明白的说 就是说他们其实也没有办法取代 所谓的传统媒体 因为传统媒体他们会固定 有固定编制的人员去采访 日理的新闻 那他们做的事情往往是在这些传统媒体制造的内容里面 去做第二层的加工 就说有一些比较有趣的片段挑出来 或者是像852邮报 还是去做一些及时的评论 但是他们自己 自己生产出来的新闻跟议题 没有办法这么多 那这是一个他们这样子的状况 那现在就是 今年有一个新的现象 就是说 所谓的传统大型媒体 的这种编制的模式 开始有一些新的 有一些网络媒体在场 就是重新的在创办 这样子的模式的媒体 那Coco姐应该也很熟悉 因为你有受访过 像端传媒 对啊 端传媒它是从网络媒体啊 对不对 它现在 现在目前是 但是好像他们起初是没有完全排除说要发紧本 其实现在在网络上的表现好像还不错 它有影音吗 影音也是 我看到好像是有 至少影像作品是蛮多的 对 但是端传媒的内容其实还蛮经典的呀 所以他们主要强调的就是说 他们要主打那个中高端的华人 他们觉得比较高值数的内容 其实还是有市场的 这跟大家想象中的所谓网上内容 那个刻板印象是不太一样 当然就是网上的这种内容 它所吸引的这个顾客群不同嘛 对不对 你看像这个 有的人现在连看小说也在手机上看啊 上线看啊 那所以你讲的就高质量的这种经典的作品 其实它是永垂不朽的 事实上其实彭博商业周刊 那是一个代表性的这个杂志了 到现在你们的纸本的做的 还是非常的具备他的美术设计的这个 创新感跟创意的传递感嘛 对不对 不然基本上我看香港的苹果日报是说 他们的网络 你们你们报道 他们的网络的广告已经是平面的 纸本广告的两倍了耶 对这个部分的确我想台湾的读者这边 应该也会有一些感觉 因为台湾这边他们的数位也是发展的 算是蛮坏的 对 所以他们的那个数位这一块的营收成长应该是蛮多的 但是不管是学者的分析 或者是从他们的财报里面看来 目前还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些传统媒体在转型的时候 他们纸本这边消退的广告营收跟总体营收很多 那数位的赚追上来了 可是还没有补上来 比如说对比去年的财报来说 苹果日报如果他的纸本广告收入 可能下滑了多少亿元 那数位广告的部分 可能只有增加到他的一半 那就补上来 这会是一个问题 这个就是他在转型当中的历经的一个痛苦 不过黎智英先生 苹果日报创办人已经是够机灵的 他很快就用即时新闻在网络上面赞取这个流量 那接下来的发展就要看双方如何 网络跟传统媒体 当然所谓传统 最后网络也会变成传统媒体 怎么相辅相成 谢谢国荣 我们休息一下 进一段广告之后 我们再请黄国荣小姐跟各位介绍另外一个主题 叫做中国资本跑到矽谷去绝经 这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 国荣谢谢你 请你等一会 我们马上再回来 谢谢 Coco早餐 彭博商人周刊 每双周为各位介绍最新出版的内容 欢迎收听Coco早餐 好我们看到彭博商人周刊 最新一期的报道当中的第二个主题 为各位所介绍的是 中国资本跑到矽谷去绝经 彭博商人周刊 繁体中文版的资深记者黄国荣 小姐在线上国荣 好麻烦你 这段时间有点短 赶快把时间都交给你了 中国资本它应该是跑到全世界去绝经吧 特别是Silicon Valley有哪些特色呢 我觉得这个故事蛮有趣的是说 因为中国的新创的投资 通常都跟网络公司蛮有关联的 那我们知道讲到现在全世界的网络产业 中国跟美国是两大强权 那美国大家知道有Google脸书这样的公司 那中国也有所谓的BAT 就是百度阿里巴巴腾讯这三大头 他们都就是这几年网络产业跟新创投资的风气都非常的强 那西方人可能刚开始是注意到说 中国也有一些厉害的网络业者 然后发现这些BAT都在努力的国际化 所以他们个别这几年陆陆续续都很积极地在投资一些细股的公司 比如说我们很知道的那个轿车APP Uber 百度就有投资 那第二大的轿车APP叫Lift 比他的两头就是阿里巴巴跟腾讯都有投资 那这个是BAT就是网络公司这边的投资 可是中国的新创的创投 他们也在投资 而且他们过去可能比较多集中在国内 因为国内非常的热 国内的新创风气非常的热 所以他们锁定了很多国内的标的在投资 但是他们这几年开始越来越多跑到细股去绝境了 这个现象听起来还蛮有趣的 而且这些人他们自己在大陆在北京啊 设立这些投资公司对不对 然后帮忙大家到这个细股去找投资的机会 他们比较多是直接去找细股的投资标的 也就是说他们直接投资细股的公司 他们就是想要找到未来的 比如说像脸书啊 Google这样子 在这样子的商机里面去分一杯羹 而不只是想要投资自己的未来的百度阿里 是想要养未来的Uber AirBnb 所以这还挺有趣的 那为什么听起来好像不是那么熟的 中国的创投要去投细股这些公司呢 他就会提到说 比如说中国创投其实有越来越多 有一些国际联系 比如说有一些出国去留学啊 去工作在华尔街 再从华尔街回来的这些海归派 他们可能就会比较熟 那就会去牵引去牵线去找这样子的投资标的 那再来就是说有一个近期的原因 我觉得听起来也蛮有趣 就是说今年年中A股下滑之后 大家会担心说投资本地是有一些风险的 那海外投资其实是一个避险的管道 就是说我不要把所有的东西 所有的篮子都放在中国这边 好 那他们所找的这些投资的机会 有哪些共同的特色呢 还是只要赚钱就去找 而且你们也访问了几位 现在正在冒出头角的这些代表新人物吗 坦白说听起来好像有一些部分是有机会就去参与表 那这些人都有美国经验呢 他们其实有承认说现在算是跨出第一步的一个阶段 那投资这件事有时候是很本土化的 因为他必须要很了解你投资标的 那你怎么去管理这也是一个难题 尤其是初早期你要去接触到好的标的就是一个关卡 所以有时候可能是见缝插针 有机会就赶快插机去了 那他们甚至说就是可能有一些中小型的本土基金 去美国投资 可能扮演角色还不像一股那些知名创统那么的重要 但是可能就是一个开始 所以他这个一开始他只是去找获利的机会 那将来会不会把这些投资的模式变成 返回到中国投资的这种标题就不知道了 但是这是一个开始 因为在中国本土的创投投资 中国的新创公司 那个风气本来就非常非常的盛 那他们甚至会觉得说 这里面有一位投资人 他的提法是说 以前就是矽谷可能有几波的新的创业的风潮 像是脸书跟推特诞生的那个时代 那个时候投资脸书跟推特的创投就赚得很满 但是那个时候中国的创投还没有起来 以后他们根本没有办法去投 所以他们要找下一个机会 好的 那第二波像Uber这些 他们又错过了是不是 没有参与到 所以他们想要参与第三波 也说不定会找到 谢谢你 谢谢国荣 蓬木川出看的记者黄光荣